DNF版专又要崛起,打一次12瓦金币,多好玩家要乐了。 在地图方面的选择,我们非常多的人都会选择全市市场这个地图。 不得不说它整个的经济收益确实是非常不错。 虽然说在最后翻牌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可观, 但是它每一个房间金币掉牢量确实是比较多。 同时整个地图的排版机制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很多玩家在刷读过程当中所要求的一个标准。 对于我们很多普通搬砖玩家来说的话,一些有必要的道具还是需要配置的。 比如我们的黑钻,再比如我们的自动武器修理。 同时还有一个比较可观的就是免费黄金卡牌这个道具。 如果还有朋友继续想提升它整体的金币收入量的话, 那么我们不妨可以采取一些能够增加金币收入的一些装备。 比如真贪婪者心愿,这个装备就比较不错。 它能够增加12%的金币收入量。 而是否选择广告